副井街这个地方 那么今天上午呢 出现这一棵已经有六层楼高的菩提树 居然被连根拔起 而且倒下来的时候呢 正好就倒在这个小轿车上面 整个是把小轿车完全压坏了 车顶全毁 侧门跟前座的玻璃也全碎 好在当时车主不在里头 但是在一旁看到爱车完全被压坏 他相当傻眼 这真的是非来横货 六楼高的菩提树 就这样硬生生压在自小客车上 附近民众议论纷纷 这棵33年树林的大树 布迪莫拉克强风硬生倒地 北市公务局搬出电锯善后 怕危险还不准附近车辆进出 还有人对这难得的景象拍照留念 危险啊这个会压到点 所以那个路要赶快封起来就不行 弄掉就可以通了 大树被连根拔起 把自小客车车顶压到凹陷 侧门残破不堪 前座的玻璃也都是全毁 夸张的是大树泰山压顶 把轮胎都压到变形 你发动能不能退 你就把它退出来了好不好 车主一早看到爱车全毁 一整个傻眼 因为这边的树都很高很大 然后树子也都很多啊 那台北市政府也没有来 在台风气之前就来做修剪啊 所以我们市民停在那个合格停车位 然后车子还被那个树倒下来压到 就是觉得政府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嘛 是不是因为没有修剪路数 才导致树倒压车 责任归属除了天灾之外 有没有人为的疏失 是民众更在意的 就会去黄明军地加远台北采访报道